我们来看 我今日生命 如果你有圣经 你打开西伯来书第五 第十章 第五节 如果你看不到我以前 你自己圣经看 这边西伯来书第十章 第五节 它讲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你看一下 所以基督来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 记录和礼物是礼物约理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看到没有 耶稣的身体 是上帝预备 然后呢 接下来的新 接下来的 经文呢 这个经文写说 十五行传第二章 第九节 第十章 对啊 故事 我没有写的 我没有写到 没关系 这个经文在西伯来书上说 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饮念 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章 上记得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是引诱 诗篇第二章的经文说 你是我的儿子 今日生你 原来今日生你啊 是跟耶稣的复活有关系 原来今天 在西伯来书讲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不是讲到耶稣的诞生 而是讲到耶稣的复活 为什么耶稣复活 在用到耶稣的名字都重要 因为 如果 上个礼拜 跟他们上课 他们也知道 全世界是公认的兄弟妹 全世界不管你是佛教徒 微教徒 基督教徒 还是其他道教徒 还是其他的宗教不好 都很清楚的一样事情 世界上只有耶稣复活节 没有释迦摩尼佛的复活节 也没有摩罕默德斯复活节 唯有耶稣复活节 而且这个字只是 公定在你的Glander里面 耶稣复活 今天你不管你相不相信耶稣 也好 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 从来没有讲是 摩罕默德复活 佛主复活 官公复活 大复公复活 但是有耶稣复活节 复活节呢 代表着这个人 这个神啊 你可以信靠这个神和他的名字 因为 因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他的生命 他代表我们 取代了我们 进入阴间去 到战胜死亡 战胜了阴间的权柄 又复活了起来 为什么今天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名字那么重要 耶稣的名字那么很厉 因为他代替了我们 对 对 谢谢观看